經過這一年的歷戀之後 你變得比較 沒有啦 你講的喔 我才沒有咧 還不到油 但是就是偏了一點 的味道了這樣 我就自己開場囉 就開始囉 嗨 為什麼我今天在這兒呢 因為我們製作人呢 出了一個難題給我 他給我弄了一個廚房 然後叫我在這邊做菜 因為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單元 叫做美味關係 然後這個料理呢 要給我們每一集的來賓吃 就是我要透過這些料理 來增進我跟 我們每一位來賓的關係 今天我要準備的是 一道 很香很香 空氣中充滿了戀愛的味道 粉紅泡泡 歡迎我們的林霞 耶 我又來了 真的是很 很榮幸耶 你們第一集竟然邀請我耶 我們的第一個客人 因為這是像我們開張的第一天 今天新開幕啦 不好意思 很期待 沒有送個紅包什麼的 我送了 左立 左立 他就是強制的置入在這裡 強硬的置入在這裡 而且我剛剛想翻他 一直被阻止 來來來 你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來幫你們看一下 欸你這個封面真的 選得很好 你這 你知道他這個一出啊 叫我們所有人 這也不敢出寫真的 沒有 那叫我們不必要怎麼承受 沒有 我跟你講其實這一看 真的是很特別 我們那天在吃飯吃到一半 你穿越來越吃飯了 對 我就先穿著 因為這是下一看要拍的 我在吃飯的時候我就突然發現 那邊有一個很漂亮的窗光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我就躺在那裡看看 結果就 拍的時候就覺得 天啊 那這就是封面了 天啊 這本比較特別是 欸你有看過我去年那一本嗎 呃 沒有好 沒關係 沒有關係 還沒看 去年那一本是都在 那個棚內拍比較 時尚樹背景的 然後這本就是 為了想要融入大家的生活 所以是在外拍 就是比較多室外的景 欸真的耶 幾乎都是室外的景 對 哇欸這個很 我不能給大家看 可以給大家看你喜歡的 這個 我好喜歡這一套喔 這套有一種氣質的感覺 這套是想要營造就是 芭蕾舞的感覺 就是如果你不要講話的話 就是看起來有清 氣質100分 可以耶這個 所以現在還買得到嗎 呃 講話的話就是 比較親民 偏可愛好不好 偏可愛 偏可愛 比較親民啦 天吵 天吵 然後 很安靜好不好 我一開始都超安靜的 對他一開始很安靜 他也是 因為林鄉 他也是屬於比較 慢手型的 然後他會一直 處於 比如說我們今天到一個新環境 一起露營或什麼 他會先安靜地坐在旁邊 先觀察 對他會觀察 他是處女座 對 所以他就是先觀察型 可是你一旦跟他聊到 他想要聊的東西 他就會 對 就是這種音頻喔 就是這種音頻喔 我跟妳講 對 沒錯耶 我跟妳看 我也很想去爬山之類的 就其實他是一個很好聊的人 只是因為他 屬於比較 害羞 害羞 門燒型 但我真的也不覺得他害羞耶 好啦 你們覺得嗎 還是還好 那今天呢 我要來做一個 香豆腐 香豆腐是什麼 這是為你而設計的 香豆腐 它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 豆腐嘛 然後 我們會把它挖洞裡面放 絞肉 然後呢 但是我們要為了來賓 來一個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我就在想啊 就是 林香到底給我什麼感覺嗎 因為豆腐其實我 我當初會 這樣設定是因為我覺得 妳是一個 很稚嫩的女孩 在去年的時候 對 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 也歷經了一些事情 他歷經了一些事情 我歷經了一些事情 可是他也曾經是一個很 就是稚嫩 就是像一個 純白的豆腐一樣 但是因為妳很有料嘛 妳知道那個料 大概這麼塗吧 大概塗成這樣 沒有這麼誇張 所以我那個香豆腐的料 大概也會這麼塗吧 好喔 謝謝妳 就是很符合妳吧 很符合我 那最後呢 我們會畫龍點進一些東西 大家看到之後就知道 因為我覺得妳經過這一年的歷練之後 妳練的比較 沒有吧 妳講說 我真的沒有咧 還不到油 但是就是偏了一點 有味道了這樣 有味道 對會有一些味道 所以我會在最後呢 加上一些特別的東西 來表示 我 在這一年來的成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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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